好 因為這一次檢調根堅也發現 這個投手 兄弟相對的投手曹錦輝 每次出賽前一天都會與這位 這個四海邦成為雨刷 蔡正宜相約見面喬事情 但是隔天出賽的時候 曹錦輝就會敗頭 而且在例行賽的時候 幾乎沒有例外 實際巧合讓檢調懷疑內情不單純 而這個檢調搜證顯示 蔡正宜通常都在比賽結束之後 透過兄弟一隊的 這個前裝性投手充當白手套 把每次打假球超過百萬元代價 把現金交給曹錦輝 可是曹錦輝也會稍後 可能檢調將會約談他 道案來說明